T2 T2的这一页 在介绍整个科判总表 就是先介绍一下这本整部经的大纲 这大纲呢 可以分成三个大部分 就是在最左边 黑色的这个标题 第一个叫做续分 第二个叫做正宗分 第三个叫做流通分 所以续分就是开头 凡事总是有一个开头 交代一下人事时地物 那是什么人 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让佛陀来讲解这个内容 所以这个是续分 再介绍一下经典的来源 第二个部分叫做正宗分 是主要的部分 再来最后呢 要流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主要的部分了之后 我们来看第一个开头 这本经怎么来的 从第七页跟第八页 这里就介绍了这部经的开头 这部经的开头呢 在第七页 它是一个通续 就是先介绍 如是我闻 有没有看到 如是我闻 它其实在基本上在介绍 在哪里 到底什么人 是什么样子的时间 佛陀讲了这部经 那我们主要呢 这个是每一部经都会介绍这六个重点 那么我们看第八页 另外一个别序 个别的 所谓的通跟别 通就是每一部经都有 都有一个这个开头 那别呢 就是特别是这一部 梦言经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来自于哪里 从第八页开始 这故事的抬头 开头 它是从一个人开始的 这个人叫做波斯逆王 这一部经所处的那个社会国 他的国王就叫做波斯逆王 他是一个信佛的 算是一个居士 他是学佛的居士 他也护持佛法 他也听经 那他就知道 原来呀 在每年的这个时间 他会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什么时间 就是他的爸爸的祭日 父王会日 他爸爸要祭日 我们知道清明节快到了 我们通常都要去祭祖 如果我们有往生的亲人 我们也要去祭祀 但是呢 他一个佛教徒 很特别的是 他在父亲的祭日 他特别请佛吃饭 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摘森 而且这个时间很特别 他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 这个七月十五日是什么 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佛就说这中原普度 那如果是佛教徒就知道这是一个孝亲报恩的日子 叫做鱼兰盆法会 鱼兰盆结 波斯尼王他就 依照惯例他请佛陀到皇宫里面去吃饭 那同时有没有人 有 同时有 长者居士 他也要 也要共生 也要共生 那么佛陀呢 他一个人 他不能说 我去这一餐 然后又去下一餐 就是赶场 所以不是他就用分组的方式 好 所以佛陀就请文殊菩萨 你带这一对 那另外 谁 瑟利佛你就带那一对 谁谁谁你就带那一对 所以大家就分组进行 他就去波斯尼王的宫中应供 佛陀去了 那文殊菩萨再去其他地方 所以这是这个姻缘 开始在这个姻缘 好 所有的人通通都出门了 金色有没有人 没有人 这时候呢 主角就登场了 这个主角是谁 阿难 回来了 阿难为什么落单呢 阿难他原来先受别请 大家出门之前 他已经出去办事 所以远游未还 好 在到在那个现象上 我们看到 哎 他是出去 可是如果从那个每一部佛经里面 他都有他的背后的意义 意思就是他的心 还没有回家 叫做远游 远游未还 所以他就不 黄生次 黄就是没有跟上 黄是跟上的意思 没有跟上 这个队伍 所以他落单了 落单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落单 这个中午到了 要吃饭啊 那他就得怎么去 就要自己去脱波 所以呢 他说好 阿难啊 即使阿难 只持硬气 硬气就是波 就是要去硬供 他就去起食 过去佛陀的制度 有脱波这件事情 就是 哎 佛陀有规定 我们不能够自己煮 爱吃什么 煮什么 所以必须要靠大众的供养 一方面降服自己的慢行 哎呀我自己买就好了啊 我干嘛去看人家脸色 不行 你要磨练自己 不管谁在你的面前对你有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能够很恭敬很感恩 来服务各位 跟大家结缘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要降服自己的慢行 第二个呢 也让这些修行的弟子 可以跟大众结缘 好让大家有机会碰到出家师父 然后供养了之后结了一点缘 那这是佛陀有这样子的制度 那么佛陀还有规定 你必须要挑地方 有一些地方不能去 譬如说酒家 好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去度那个喝酒的啦 其实人家就会说 你去酒家是不是有什么瓜田里下之嫌疑 所以有一些地方舞厅 或者是呢华西街之类的你都不能去 所以这个有些地方是不要去 一方面是安全 二方面是别人这个社会的视听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阿难很可爱 他就很直的到哪里去 他都都没有关系 他想要平等 他什么人都要度 饭夫走足他也要度 因为他要学佛陀平等 结果一平等就出事了 阿难是谁 我们在十大弟子里面有听过阿难这个名字 阿难 大家可能耳熟能详 就是他是多文第一的佛的弟子 多文第一意思就是他很聪明 很伶俐 但是在经典里面 除了讲他聪明伶俐 能够听经之后就过而不忘的这个特质 还特别讲了他的长相 所以这个长相里面我们看 第一个脸 面如镜满月 一个人的脸长得很像月亮 不是月亮脸 好像月亮一样 光洁脚白 有恩道吗 这叫做 好 这个一白遮三丑 对不对 所以他的脸如果这么的美 再加上他有一 一副 美丽无比的眼睛 像青莲花一样眼睛 那个莲花瓣 是不是 就是像佛眼一样那个眼睛 那你就不能够随便看他的眼睛 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 脸跟他的眼长得非常端正 这个人一看就很有人缘 你就会不自觉的喜欢他 所以这个阿娜呢 他长相端正 大家是喜欢他 可是有的人非常的好看 可是心里面很恶毒 那我们阿娜呢 心肠软 个性好 他通常个性好的 就会有点懒惰 是不是 可是他不会 他当佛陀 在佛陀身边当侍者 他要起的比佛陀早 睡的比佛陀迟 而且势必公卿 做事很厉害的 很认真 所以你看 哎 长得好 心里面慈悲柔软 然后又精进很认真 应该很笨吧 结果没有 他又是多文第一 伏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 所以这样算起来 他也很认真 又长得好 又孝顺 又慈悲 然后又 哎 聪明 这是基本 基本上没有缺点的嘛 那个没有缺点的人生 他还需要什么 他不需要啊 好 所以呢 这个人 我们要好好注意他 这部楞严经是因为他而起的嘛 那我们来看 楞严经开始于阿难去托波 我们 平常耳熟能详的金刚经 也讲了托波 对不对 谁去托波 在金刚经的第一段 讲到 世尊去托波 世尊是释迦牟尼佛 吃饭的时候 要去托波 所以佛陀去托波 可以对照 我们阿难也去托波 两个人都是去托波 各位 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去托波 我们没有去托波 可是我们都拿着一个饭碗出去要讨生活 所以也类似另外一种形式的托波 是不是 人家佛陀他每天也是要去托波 要去起食 阿难也要去托波起食 但是 金刚经的后面 与其成终 刺利其以 还至本处 饭食器收一波 习足以夫作而作 这里有叫做还至本处 有没有回来 有 而且干干净净的回来 把这一波收好之后就在那边静坐 开释说法修行 那我们这个阿难呢 他去托波 因起十次 结果 经历淫世 遭到大患数 竟然遇到一个邪术 所以人家佛陀去托波 还至本处 他去托波 差点回不来 因为他遭大患数 这个大患数呢 就遇到了一个邪术 好 人家说 有没有听过 好 所以奇怪 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的心被 被拉走了 而且拉到 很危险 陷入一种危险的情境 原因是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 看名字就知道 他很厉害 叫做摩登前女 这个摩登前女呢 他一看到阿难 马上 就以身相许 可是我们阿难说 不可以 我没有要 你以身相许 我是出家师傅 我只是要来跟你要一碗饭 拜托你就只有 只要给我一碗饭 结果我们这个摩登前女啊 他就看到阿难之后呢 就一见钟情 他喜欢她 他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呢 我们看这摩登前女 摩登前女呢 还没有修行之前 大家都是 妖娖V雷 就像摩登前女一样 哪知道什么 什么奋计啊 是不是 那他每天想的是什么 他一定不是想要去念经啊 也不是想要去拜拜啊 每天在家里面呢 他可能就在想这件事情 说到底啊 我的心啊 就像风中的一封信一样 然后呢 我的满腔的柔情 要寄予谁啊 到底我的缘分在哪里啊 是不是 每天就在等啊 等什么 等 我你是谁啊 是不是 好 等等等 终于有一天 等到了 那等到了我们这阿难呢 席慕容有一首诗 他说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这最美丽的时刻 为了这件事情 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有恐怖吗 当然 其实求什么 让我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所以呢 佛陀就把我画成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洒满的花 乃至于 每一朵 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我就是在等待 今天终于遇到了阿难 能不爱吗 是不是 当然 难得的机会啊 那在今天里面 我们知道 阿难跟摩登前女 其实他是很有缘分 他们做了五百世的夫妻 所以 这一次在遇到 也不奇怪 只是第五百零一世嘛 可是这时候 阿难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他已经先遇到佛陀 他先知道修行啊 如果他早一点遇到了摩登前女 可能就是第五百零一世而已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就陷入了一种选择 要还是不要嘛 是不是 那我们人生中 是不是有很多选择 要不要 找工作 找工作 找工作要找哪里 要在哪里落架 落脚 要再跟谁 共度一生 然后完成我这一生 应该要完成的任务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一种选择啊 读书要选择啊 选科系啊 好选要读不读啊 好那出社会也要有很多的选择啊 好甚至于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选择 吃什么 买菜也要选择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有些是惯性 有些是很重要 一旦选择之后 后面的人生都不一样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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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